大家好,我们看看这个啊 中国这好多都是面子工程 都是追求形式主义 表面上要你统一 但是肚子里各怀鬼胎 谁当了老大 其他人就当三孙子啊 第三下四 中国有好多面子工程啊 什么县礼工程 什么十一国庆县礼 什么建国多少周年县礼 包括五几年北京搞的什么十大建筑 这都是面子工程 县礼工程 还有叫什么折子工程啊 当年我搞那个业主维权 我们的街道办人处 在我们那边要建垃圾站 就在我们小区旁边 采取偷袭 偷偷摸摸 想着偷梁换柱 弄虚作假 强行闯关 你碰到我了 我当天夜里就发动人 给他给弄回去了 给他给否了 给他给撅了 给他给 是吧 给他给弄熄火了 最后他们失败了 后来恨上我了 是吧 我搞这个业委会 后来大家伙推举我 他们不让我搞成啊 是吧 中国很多面子工程 什么折子工程 县礼工程 都是扯淡 很多的质量都有问题 包括中国盖的楼 对吧 就为了赶工期多挣钱 或者赶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 怕夜长梦多啊 房地产商什么的啊 北京的十大建筑 都有哪些来着 北京火车站 我们一般叫他北京站 农展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 民族饭店 民族文化工 可能有北京饭店 最主要的应该有 人民大会堂 有这个 中国革命博物馆吧 革博和力博 现在都叫国博啊 是吧 这些东西倒还行 因为政治性的 中国是这样 要搞政治 党中央啊 毛泽东啊 谁谁谁 这些大头要搞 这全国的人力物力 包括后来的毛泽东纪念堂 是吧 他躺在那儿 得花了多少钱 质量有保证